在DDMS里面 刚刚讲到这个地方 那你可以从File Explorer 其实可以丢东西进来 也可以把资料抓出来 那特别注意将来无论是相关的Data 都会放在那个Data目录里面的Data 也就是说在这个Data底下 会有一个Data的目录 在手机里面也是一样 然后呢会有你的专案 我们专案名称比如说叫这个 GDD02 那底下就会出现有一个叫Share 叫做Priff 这个目录有没有 里面就会有一个XML的档案 那这个档案的前面的名称是我们自己取的 自己取的一个名称 那如果将来如果你要知道说 其实实际上这个喜好设定档 就是存在这个目录里面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把它get回来 比如说你要看这个档案的话 你可以把它就是上面有个箭头 把它抓出来 那实际上手机里面 或者是说将来你插上你的手机 也可以透过这个模拟器 这个工具有没有 Files Pro也可以抓资料 那把它放桌面上面 储存起来 它就可以帮我抓出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里面的档案结构在这里 这个XML的档案 我用那个NodePay++ 里面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的话基本上 它的结构就是这样一个XML的档案 然后是UTF8 那里面的话一定是一个Key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给Key 01,02,03 那里面的话01就是我的姓名 02的话就电话号码 03的话就是这个地址 那它是用一个Stream的方式 帮我们存起来 所以将来的话它是暂存 而且里面的话就是一个Key Value的架构 这个我想在 这个Java里面用的非常的多 那另外呢我要怎么写入呢 其实用什么 用Set 那读的话就是Get 所以这一题特别注意 我们程式撰写部分的话 触发的不是按按钮 也不是做什么选取 其实就是当我 就是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UnStop的时候 就是Activity 它的生命周期 当然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写在UnDetroy 或者UnStop 会不会有什么差别 那基本上我们是写在UnStop UnStop做什么事呢 就是把那三个ADTES 里面的词怎么样 塞到我们的这三个Key里面 对不对 存起来 那它就会帮我写到那边 那什么时候把它载进来呢 按UnCreate 就把这三个去Check一下 如果里面不是空的 那我就把里面的资料抓回来 如果是空的话 那当然就给它塞一个空字串 或者是不做任何动作 那就完成我们这个练习 基本上将来你的小量资料 就可以这样做 那我要怎么样去操作 首先第一个我们画面部分 就是布局 其实非常简单 就上面的话 我今天假设 希望在上面做一个 几个元件 那包含就是说 第一个请各位在上面 这个名称叫我是谁 开头的话 那你可以在AppName AppName 去给它一个 然后呢 另外放一个 TestView 那并且特别注意 把这个TestView 自中 因为前面好像没有用到自中 特别注意如果要自中的话 那你可以在哪一个呢 就是在属性里面 有一个叫 这个Gravity 应该这个属性 我想前面也 我们也有用到过 只是没有在TestView里面用 有没有在Gravity里面 可以Center 有没有 这个属性里面 你可以把它改成Center 那它就会怎么样 帮我们自中了 输入的东西自中 然后底下再配合一个 AdTest 那名称的话 分别是AdTest01,02 电话 03 是这个地址 然后上面的 资串支援档 自己要加 就是写在 那个资串支援档里面 那当然这一题 不用多过语系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自己再做多过语系 然后最后 就是再加一个 那个Button 是一个确定 不过特别注意 上面好像有同学 做按钮的时候 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那个字 它会偏到右边去 不过好像 模拟器里面看到结果 又会是正常的 所以这个是 SDK的 应该算是什么呢 算Bug吗 这个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这边 那字的话呢 你可以自中 如果说Button的字要自中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 你可以找到那个 Button里面的 那个什么 也是有一个属性 属性的话 也是Gravity 那它有包含就是说 你的自中的模式 是在 这边 应该也是Gravity 上面找一下 它的自中模式 Gravity 那你这边的话 也可以再去调整 那点下去 这个Gravity的话 它有分成水平 跟垂直的 自中模式 你可以再去 自己再去调整一下 好 那主要有三个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就是说 这三个里面的资料 我要能够把它存起来 那存在Uncreate 跟Unstop 那刚Unstop 的时候儲存 Uncreate 的时候抓出来 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把界面部分先做出来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Source部分 那